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影视作品的播出 人们对于清代末年最后一位皇帝的溥仪更是非常了解了 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皇帝 他是光绪和溥仪之间的一位皇帝 在位时间实在是比较短 仅仅到了三天的皇帝就被废除了 他的命运也是非常传奇的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谈一谈爱心觉罗普郡 实际上这位皇帝的身份在历史上是不被承认的 即使是清朝官方 也没有受到完全一致的认可 在清代的晚期 朝廷中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是当朝天子 而是太后慈禧 在光绪帝的成长期间 慈禧太后用心的辅佐光绪皇帝学习处理国家政务 光绪帝接近成年并对治理天下有了一定的了解后 慈禧太后其实也交出了一部分的权利 让光绪皇帝来统治朝政 在洋务运动期间的历史过程中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是共同治理天下的 但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完全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年轻的皇帝 而且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立场是很不一样的 前者相当的寂静 而后者相当的顽固守旧 而光绪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完全发生了裂变 就是由于戊戌变法这件历史事件 当时大清国的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失败 朝廷上下都处在一片沮丧之中 光绪帝想要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改革 而且听从了一些有理想有主张的留学青年的建议 但是慈禧太后对此事非常反对的 因为戊戌变法破坏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根本权益 因此慈禧太后是坚决抵制巫须变法的 并对主张维新变法的维新派进行了强制的打压 比如说巫须六君子就因此而受到迫害 而慈禧太后对巫须变法最为抵制的一条就是 维新派竟然想要与袁世凯联合起来刺杀慈禧太后 这样的政治主张对于慈禧太后来说 就如同眼中定肉中刺 慈禧太后怎么可能不对维新派采取相应的措施呢 后来1898年无需政变发生了 慈禧太后强制收回光绪皇帝的统治权利 将朝廷大权归为自己所有 作为一个女人 她已经达到了国家统治权利的顶峰 但是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非常之年老 而且身体也越来越美况愈下了 自己治理朝政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 因此她开始重新物色更好的皇帝人选 她对光绪帝已经完全失望了 并且因此将光绪皇帝软禁起来 1899年的时候 慈禧太后看到自己14岁的皇曾孙普俊 这位年轻的小皇子血统非常纯正 是皇室的后裔 而且她家庭出身很有权势 加上这位小皇子年纪较轻 也方便于自己管理控制 所以慈禧太后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让普俊成为大清王朝的皇帝 1899年12月由于慈禧太后的命令 普俊就正式成为了皇储 她以同治皇帝的过继子寺的身份 成为了皇太子 并且被赐号为大阿哥 从那以后 普俊就直接在宏德殿里面读书识字 慈禧太后为她请了一位学识 非常渊博的老师用心在陪她 普俊成为皇太子后 慈禧太后就一直策划着 让她尽快地成为当朝皇帝 方便自己控制支配 她想让这位年轻的皇太子 成为自己的傀儡 终于在1990年的正月初一 这位年轻的小皇子正式登基 满朝文武对此都非常的不满 而天下的老百姓 对这件事情也颇为议论纷纷 但是由于慈禧太后强势的权力 人们不敢对她的命运有所违抗 因此在这个特殊的新年里 清代王朝的年号 就被慈禧太后更改为宝庆 同时要让光绪帝正式善让年轻的普俊 这个时候欧美列强站出来了 他们开始干涉大清王朝的内政 欧美列强向慈禧太后 建议废除光绪帝是万万不可的 慈禧太后不敢得罪列强 就答应了将此事暂时再单个一下 不过从1990年的正月 初一正式登基开始 普俊一共只当了三天的皇帝 后来全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运动 又发生了战争 清朝统治已经风雨飘摇 慈禧太后连自己的安危 都已经顾不上了更何谈那位年幼的小皇帝 因此这位年幼的小皇帝 从当了三天皇帝以后 就再也与统治江山无援了 那么大家知道普俊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吗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 普俊后来因为父亲政治方面出现了披露 而被废除了皇储身份 在那之后 他与他的父亲一起投奔到了内蒙古的一个贵族亲戚家居住 后来满清王朝覆灭了 按照当时的对于满清王朝后裔优待的政策 他可以每个月领到一些政府发放的俸禄 但是他由于自己一些恶劣的生活习性 比如说抽大烟赌博等等 总是将自己的钱财挥霍一空 生活越来越不如意 甚至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 普俊在内蒙古一直住在舅舅塔王的府宅中 成为了一个寄人临下的没落皇族 他的生活已经非常困动不如意了 一直到1942年的时候 他就由于染上了严重的疾病而死去 他的葬礼非常之简陋 听说只是被他的亲戚埋葬在了一所寺院的空地上 普俊之死可谓悲凉 他的皇帝身份虽然一直被官方机构所否定 但他毕竟当过三天的皇帝 结局竟然是以这样草草收尾的方式 普俊的命运比较悲惨 从一个皇帝变成了一个寄人篱下 一贫如洗的平民 他的命运令人感叹 而在中国历史上 他的地位也是不被人接纳的 这样的结局也是很令人唏嘘了 普俊寄居于塔王之府多年 夜深人静之时 他为自己的命运该多么感慨难眠 私人已是却悲凉扑面 那么慈禧为何不选用年长的普俊 反而令年幼的溥仪为帝 慈禧选择光绪 是慎重考虑后的结果 一给吴后的儿子续香火 当时君基大臣纳同 对此就提出过疑问 慈禧说 为之为我的存而再存 就是同志皇帝他没有后代啊 等于我给他认个干儿子 让他九泉下得以安宁 不然我到了九泉又该找我吵架了 大家都知道同志递死得早 十九岁就不在了 没有一个子嗣 当娘的为儿子着想 也属人之常情 二 弥补自己的亏欠 按说皇上的生活水平是最好的 医疗条件也是最棒的 那同志为什么十九岁就不早早辞世 答 是让母亲给害死的 火毒还不狮子 慈禧怎么会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说来话长还要从再存的私生活说起 同志皇帝再存娶后妃不少 他最喜欢的人是皇后阿鲁特氏 这让慈禧心里很是不爽 为什么呢 这个皇后是慈安太后的亲戚 慈禧心里吃醋 慈安太后跟慈禧是政治盟友 有了她的协助 慈禧财产除了顾命八大臣苏顺等人 才能联合慈安垂帘听政夺取蜻蜓大权 所以慈禧表面不好说什么 就一直为难儿子 挑拨儿子和媳妇的关系 这一点上 慈禧跟一个农村老太太其实没啥区别 过去的婆婆都是这样 害怕儿子跟媳妇好 如此一来 同志不敢经常去皇后那里温存 但也不想去别的妃子那里 就在太监带领下偷偷溜出去 时间不久就得了没毒 一命呜呼 儿子死后 慈禧也后悔 恩心觉得亏欠儿子 所以就找了普依普自卑的给再存当儿子 看到这里 大家一定明白了慈禧的良苦用心 但还会有疑惑 不管怎么说 大清江山为重 不能因为这个就找个孩子当皇帝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慈禧是不是老糊涂了 放心吧 慈禧人老心可不糊涂 他这样做有自己的道理 没十足的把握 他是不会拿大清的国运去冒险的 那么他的把握何在呢 三 慈禧给大清上了保险 众所周知 大清那时候已是内外交困 并入膏肓 外有列强虎视丹丹 那有原始凯为代表的汉城势力 和立宪派蠢蠢一动 革命党人的其慈禧彼伏不甘落寞 慈禧之所以敢让溥仪一个小屁孩当皇帝 是因为慈禧给大清上了一个保险 这个保险就是溥仪的父亲在封 在封是光绪的哥哥 光绪主持戊戌变法的时候 是被袁世凯出卖被囚禁的 跟袁世凯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而且在封是当时满清的军机大臣 也是大清牛气红红 一言九鼎的人物 有在封在 一定可以稳住阵脚 抵消袁世凯等汉城的势力 确保大清的权力平稳过渡 因此慈禧才选择了四岁的溥仪当了皇帝 四本来看重的溥君太不争气 慈禧原本更加看重的是溥君 他是在一的儿子 是溥自辈分中较为年长的阿哥 在意是道光帝的孙子 妻子是慈禧太后侄女 论起亲疏关系也是慈禧的近亲 戊戌变法被镇压后 慈禧动了废除光绪帝的心思 立了溥君为皇太子 可惜从老子在一到儿子溥君 没有一个让慈禧省心 老子在一 秀武点墨 刚毕自用 身边聚集了一批保守派 为猎强所不喜 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 慈禧也毫无办法 儿子溥君更是不靠谱 在宫中居然还敢于直接怒对光绪帝 为人浪荡轻挑 一点当皇帝的心机和样子都没有 连装都装都不像 随着对他认识的逐步加深 连慈禧本人也对他泄了气 岁界泼下驴 顺应国际友人的心意 放弃了对他的栽培 转向了溥仪和他背后的在风 无论慈禧如何机关算尽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封建专制是人类公敌 大清气数已尽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大清灭亡的命运无可挽回 就是慈禧从坟墓里跳出来 也无力回天 溥仪当了三年多皇帝 大清王朝就寿终正寝了